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办方疏失很多 请在场的嘉宾 给予我们很谦卑的一个原谅 谢谢 今天如果有让在座 各位嘉宾不舒服的地方 或者不尽理想的地方 敬请多多包涵 我知道有很多人是需要陪同协助的 但是今天实在情非得已 我们已经请我们在场 最基础的领导全部起立了 都已经让位了 我希望今天能够来到王朝酒店的 都是最高等的贵宾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该给这些起立让位的 这些领导一点热烈的掌声 各位可以看看 现在站在这后面一圈了 以及站在外面 现在根本没有办法进来的 全部都是高阶的领导 他们都是牺牲奉献的精神 我也在此代表公司 谢谢他们 谢谢你们 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 我们的公司叫做美商杰斯环球有限公司 今天的日子特别是因为我们来自于全球最重量级的 国际级的嘉宾 也是钻石级的领导 来为我们阐述 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商机 这是什么样的生意 这是如何可以把美丽与健康带给全世界 有别于一般传统生意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嘉宾 通通能够入宝山 不空手而回 各位说好不好 好 那就拜托各位 帮我做一件小事 请各位举起您的右手 摸摸您的手机 看看您的手机在哪里 可以把它有任何会发出声音的东西 关置静音 甚至于cut off 好吧 关机 因为这是一场 三年来难得一见的机会 今天特别有美国双钻石团队 听会代表了我们整个 杰斯公司 更带来了钻石团队的精英 今天这场招商会 说明会 就是由我们的钻石级总裁 来为各位做分享 在下小弟必人我叫蒋奇瑞 我也是台湾的钻石 这种场子 我不出来主持 实在对各位过意不去 所以希望在座的嘉宾 我们必须耐住性子 一定要想尽办法 得到你想要的一切 好不好 接下来的时间 不是我的时间 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来自于美国LA 最伟大的钻石 经销商 他是总裁 是在最短的时间 上钻石的 他上绿宝石到钻石的时间 只有20天 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一帮面 来为我们做一个分享 谢谢嘉老师 我们再给嘉老师掌声鼓励 好吧 台湾的朋友大家好 后面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我非常兴奋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台湾人 我从小在台湾长大 那天到高中 然后之后就在美国 求学跟就业 那我今天很高兴 能够来到这个会场 其实看到那么多朋友 那么热情 我真的很感动 我昨天从这个 其实我离开美国 已经两个礼拜了 我从这个 两个礼拜前呢 从美国 那到香港去参加公司的 劫师大学 接下来呢 也到这个新加坡 还有马来西亚 那昨天呢 来到台湾 那这基本上 这接下一个月的时间 就是全世界 就是会绕着地球一圈跑 那我想在这个 一开始介绍这个生意之前呢 我先很简短的这个 介绍一下我自己 好吗 好 我这个人从小在台湾长大 那我在加入劫师以前呢 我一直是从事这个 投资理财的工作 我做了这个 投资理财顾问 差不多将近15年的时间 我前面7年呢 是在洛杉矶 是帮一家白人的公司 做理财的这个管理 management 那之后嘛 就像所有移民 都是要在美国怎么样 出头 所以后来呢 也训练了这个MBA 然后呢 就想一辈子 可能就是在这个 继续地在这个 往这个 一个楼梯 一个楼梯地去爬 那后来呢 我想女孩子 总是要有时间 能够经营自己的事业 所以我接下来的7年 去做了这个 理财投资顾问 所以在过去那么多年 其实很多朋友 都找我类似做这样子的生意 不管你要叫它是 电子型 电子商务 或者是行销的生意 那那时候我都觉得 这个生意怎么是符合 我这个身份地位 气质的人 我想在座 很多朋友都有这种感觉 可是呢 我完全不晓得 就三年前的一次机会 让我从此以后改变了一生 我在这个三年前呢 这一个我自己 投资理财的客人 打电话给我 他说一棒 我有一个生意拟要看 那我这个客人的背景呢 我在五六年前 帮他做理财规划的时候 他那时候一个月赚六万块钱美金 差不多一百八十万台币 一个月 多不多 所以当一个成功人士 请你吃饭 你会不会去 一定会去 OK 因为呢 他成功一定有他道理的原因 因为那时候 我一个月没有赚六万美金 所以我想说 一定是他有比我成功的地方 所以那天晚上 他跟我讲解这个生意的时候 老实说 我那时候听不懂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生意平台 这是你以前在教科书没有学到的 这是你做传统成功的叔叔阿姨 也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全球的电子商务平台 所以我那天晚上呢 听得不是很清楚 可是我的朋友一句话打电话 打动了我 他说一棒 这个生意可以让你赚到全世界陌生人的钱 我心里去想一下 我说我做投资理财户 我那么辛苦 我再怎么做也没有办法做到美国以外的生意 而且我这一辈子一定是陌生人 绝对比我第一个人的力量认识的人多 所以当一个全新的一个生意平台 提供给我的机会 是我传统生意 再做二十年都没有办法达到的 答案挺简单 我当然要把我的时间精力放在 投资报酬率最大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就这样子加入了杰斯 那短短两三年的时间 现在我已经全职在经营杰斯这个事业 所以这个生命这个事业呢 不只改变我自己个人的生命 改变我家人的生命 也改变我周遭的生命 所以在接下来的差不多四十分钟的时间 我很诚恳的把最新的一个生意平台 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因为刚才你看到两个短片 不是公司制作的短片 是美国主流媒体 他在讲里面的主题 抗衰老还有最新的科技 都是跟我们公司 所符合的趋势是完全吻合的 而且我在这里告诉大家 我们跑全世界那么多的市场 现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朋友 加入杰斯这个团队 都是完全没有从事过这个生意的 我们有很多专业的人士 还有很多成功的老板 他来杰斯 为什么 因为他看到一个趋势 他看到这个趋势是传统努力 上班是没有办法帮助你达到的 所以我在接下来的四十分钟 我会很以诚恳的心 把我这三年所看到的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这个生意绝对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 可是如果你今天也有一个愿望 想要为自己创造财富自由 不管你今天是全职的 想要找一个兼职的工作 或者有一个备胎 或者创业的老板 赚到了钱 失去了健康 失去了跟家里的时间 我非常鼓励你 待会的四十分钟打开你的思维 因为这个趋势 现在已经在全世界 是一个大革命 我们吸引了很多 对生活上有追求的朋友 OK 所以呢 我们的click好了吗 好 那大家准备好了吗 好 现在大家在荧幕上所看到的 就是我们公司的创办人 Wendy Lewis跟Randy Ray 他们的背景非常的特别 我们常常说 你今天要创业 一定要跟着成功人来走 所以呢 他们在过去二十年 有网路行销 帮很多国际型的主流公司 做管理的经验 所以呢 他们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成功者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过去的经验 再加上他们现在是亲自 参与整个市场的营运 所以在过去香港 马来西亚跟新加坡 我都是跟这对夫妇 这个成功者 一起来运作这个市场 那杰斯在短短的 2009年9月9号成立以来 现在我们的市场已经发展到全世界八十几个国家 很简单 你想要赚一个国家的钱 还是八十个国家的钱 八十个 很容易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在全世界现在已经有超过二十家的全球分公司 也就是说公司的体系 非常的健全 财经是非常的稳定 才有可能在全世界二十个国家 经过当地国家的政府的部门 产品卫生署的部门 核准能够有二十多家的一个分公司 那杰斯呢最有名的是 我们是讲求什么 讲求抗衰老 这是一个趋势 所以呢杰斯拥有一个国际最知名的医疗团队 那首先第一位我想跟大家介绍 是Dr. Vincent Giappa 大家回家都可以Google去搜寻他 他是美国抗衰老之父 在美国哦 这每个部门 心脏科医生 皮肤科医生 胃科的医生 每个部门要得到政府的核准 成为Medical Board of Certified Doctor的时候呢 在美国他是美容界抗衰老部门的第一位的医生 现在美国要在美国扯法经营抗衰老部门 Practice的医生 都要经过他所评论的这个考题的通过 才能够加入 所以在杰斯我们非常幸运 能够跟这么全球知名 而且是重量级的医生来做合伙 而且由他全世界多少的大公司 想要去跟这个Dr. Vincent Giappa做生意 可是今天他选择了杰斯 就是他看准了杰斯在抗衰老这一块 有一个龙头的地位 所以我们非常幸运 那第二位知名的顾问 刚才在影片大家也看到了Dr. Nathan Newman 那他呢不是一个普通的这个美容整形科医生 他还是让干细胞 成人干细胞技术的一个趋势 其实呢这个成人干细胞已经是一个趋势 以后将来医治慢性病或者是医治癌症 都会因为这个Adust Themselves 这个成人干细胞来改写 所以呢Dr. Nathan Newman本身在美国洛杉矶 自己在这个Rodeo Drive 这个Shopping美国很有名的这个名人街 隔壁呢一条街有一条自己整栋的这个医疗大楼 所以我们也很荣幸跟这个Dr. Nathan Newman在美国主流 跟全世界都有那么影响力的医生来一起做合作 这是我们的荣幸 那杰斯今天我想大家都可以知道 市面上有没有很多的保养品 有 有没有很多保健品 有 那杰斯有什么稀奇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这个非常的重要 因为杰斯今天所讲求的是一个细胞优化系统 它不是让你瓶瓶罐罐去怎么样 去医治你的表面 杰斯所讲求的是让你内外细胞得到修复 内外都可以年轻要不要 要 因为市面上的都是一些片面的 所以细胞优化系统这个全方位的一个防御系统 是杰斯今天在整个市场 不管你是在行销行业 这传统行业 是占有最龙头的一个最很重的一个地位 那我们杰斯的一个细胞优化系统分为几个步骤 第一个是排毒 即使你身体二三十年五六十年所累积下来的毒素 你如果没有清除的话 你吃再好的保健品都没有用 所以杰斯第一个部分就是完全的排毒 那我想我刚从新加坡回来 我不晓得大家有看新闻 因为每年的印尼在燃烧森林 所以我几乎是戴着口罩上飞机的 因为这个烟雾已经是感染了 那现在全世界连日本这个辐射这个核电厂的这个辐射外流 其实呢 已经在全世界五大洲都已经查到有这个外设的一个现象 还有 每天我们大家有没有用手机 有 有没有看电视 有 这里面都有一些重金属的成分 所以呢 基本上 你看看 我看到这张照片好像在看到我 因为我每天所用到的就是怎么样 洗发精 化妆品 保养品 保健品 这些里面都有含有一些致癌的这个物质 所以呢 很重要的 我们今天讲究最基本的排毒 就是杰斯的第一款产品叫做佩伯乐 或Pactin 这个在市面上 我保证你找不到任何几乎相似的一个产品 为什么呢 它就是一个珍贵的苹果胶 它是运用一个苹果 一个特别波兰 全世界只有波兰的一个城市的一个地区 因为水土气候特别的一个组合 它所产生的这个种植的苹果 它要有250公斤的苹果的皮 才可以研制出来一公斤的我们佩伯乐 那它是一个粉 那喝起来就是对水来喝 非常好 就像喝苹果汁比较浓稠 那它为什么有这个作用呢 它能够很轻 很自然 天然的方式之下 把我们体内的所有的污染的物质 跟重金属 完全的排出来 而且它是市面上唯一具有医疗级水溶性功能的苹果胶 所以我自己本身在引用这个苹果胶以后呢 很奇怪 皮肤变成漂亮跟有光泽 后来才了解 原来是因为你本身累积 身体几年的这个毒素已经被排除了 所以在杰斯第一个步骤 每个人要排毒 把自己的身上所使用的这些重金属的物质排除 除非今天你不用洗髮精 除非你今天不用手机 不然的话每一个人都需要杰斯这个佩伯乐的产品 还有这个产品呢 是目前市面上 大家有没有听过诺贝尔奖 有 诺贝尔奖 诺贝尔奖有一个家族叫做Nobo 这个诺贝尔的家族 其中的一个医生叫做Dr. Michael Nobel 他是诺贝尔家族的一个医生 他是研发这个电脑断层机器的研发者之一 他这一辈子诺贝尔家族完全没有认证任何的商业的产品 可是我们杰斯的珀贝勒是全世界第一个产品被诺贝尔家族来认证的 所以这就大家知道他对杰斯的产品的一个品质的认证跟保证 那接下来你排了毒以后你就是要让你的细胞去再生 旧的细胞 细胞学家告诉我们每三个月人体的旧的细胞会老去 新的细胞会出来 所以我们要make sure去确定我们身体有一个新的细胞能够成功健康的生长 所以接下来我要跟大家介绍 我刚才说我们是由内而外 由外而内让你健康 所以我第一款产品要告诉大家是由外而内 就是我们的Luminous的系列 那我们的Luminous的系列的第一款产品 就是我们的成人的这个干细胞的一个精华液 那这个不是普通的精华液 可是这个效果比在你百货公司买几百块美金的精华液 都还安全而且都还有效 因为它最主要应用的一个原理是成人干细胞技术的原理 什么叫做成人干细胞技术的原理 它本身就是从人体体内 人体的脂肪 现在大家伸出你的右手 摸摸你的肚子 有没有一层游泳圈 有 我有 因为我生过孩子 OK 有游泳圈就是我们的脂肪 人体脂肪里面是还有最多的这个成人的这个干细胞 所以呢 脂肪呢不像外面是运用这个vegetable是用这些plant数字这个树木或者是其他草类 它是从人类萃取出来的这个成人干细胞 可是我们的产品里面完全没有任何的生物化学存在 它是运用去复制成人干细胞的功能叫做成长因子做出来的精华液 它的精华液我想我们在座的所谓的朋友 我从小到大可能从不同的美容的产品一直换 换牌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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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跟我同样感觉的朋友 有 可是直到我用到杰斯这个产品 每个朋友见到我 他都认为我特别的年轻 你不信的话你去看我的Facebook 你看到我一年前两年前跟现在 是大大的不一样 OK 所以呢这个杰斯这个产品呢 它的使用的这个功效是怎么来的 首先它有别于外面的产品品品贯贯 是属于填充性的 OK 所以是治标不治本 杰斯的这个低频的精华液 里面有包含248个成长因子 懂医学的朋友都知道 成长因子是非常珍贵的 外面你去找美容科医生 你皮肤有病 他开的处方最多就是10个到12个成长因子 可是杰斯这一瓶里面有248个成长因子 所以当你往脸上抹的时候 这个成长因子会深入你的皮肤的细胞 到你皮肤细胞的底层去做什么 去教醒你的细胞 让你细胞自己来分泌胶原蛋白 所以为什么这个产品那么的有效 因为你不是借由外界的营养品 补充品 而是你自己的胶原蛋白去增生了 而且是百分之百天然的 是非常好 那这个临床实验报告呢 市民使用产品的朋友 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朋友 使用都有很好的一个效果 一般来讲 我在这里跟大家解说 如果你在市面上高档百货公司买的产品 最多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效果都是奇迹了 可是杰斯我在这里告诉大家好消息 公司这个医疗报告是公司做出来的 公司后来有把他的产品 给最佳独立机构 美国最先进的独立机构实验室来做 做出来的效果是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 比我们自己做的效果都还好 所以杰斯的产品绝对是品质保证的 那我们看看照片 照片看是最准 这都是完全没有修过的照片 所以在这一位女士 她已经六十多岁了 她在使用精华液的十九天 大家可以明显看到 人老其实眼睛下面的细纹 是最快增加的 你看她在使用十九天 她的细纹不只减少 而且怎么样 因为胶原蛋白的增生 眼睛下面的股膚变成饱满 所以一般大众我都鼓励 给自己三个月的时间 这是一个疗程 可是很多朋友在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就看到一个效果了 那接下来这位女士 是不是只有中老年人才需要保养 年纪的朋友也需要保养 所以呢这位女士 她是印尼的朋友 她为什么 你可以看她第一张照片 为什么沮丧 有青春痘的人会不会有自信 不会有自信 可是用了杰斯精华液 因为我们有抗消炎的效果 天然抗消炎的效果 所以她在使用九周 差不多两个半个的时间 你看看 是不是重新变了一个人 所以你永远不知道 因为你的一个分享 可以帮助多少朋友 找到她的自信 那接下来呢 这位女士 我鼓励大家 千万不要 要步入她的后期 做她的动作 OK 那这后面有一个故事 其实这位女士呢 是在加入杰斯三年半以前呢 一起是参加这个创会的这个会员 那时候呢 她就不相信 她不知道这个效果有那么好 她说我怎么知道效果好还是不好 所以她非常有勇气使用她的半边脸 千万不要用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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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这些事情 所以她在她使用的十周 大家可以明显看到 把她的脸分为你的左边跟你的右边 你可以看到她左边的脸 比右边的脸不只提升了 还有人老的这些效纹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可是在使用十周 你就可以看到 她的眼睛的下纹 脸部的提升 跟这些老土纹明显的改善 所以呢 这个产品是非常有效的 那下一张照片 我要跟大家分享更惊人的一个照片 这个妇人呢 她有一个医学博士的医生 是做皮肤专家 所以她有一天 带着她这张脸去见她的朋友 她说你看看这个产品 使用跟没有使用 有多大的差别 可是我们知道 医生都是讲求证据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医生说 我不相信 我要来看看你皮肤的底层 是不是真的是完善的得到改进 所以这个医生就用了一个 美国的这个仪器 叫做Dermoscope 他把它放在皮肤的表面上 所以呢 你现在看的照片 就是皮肤下面底层的照片 左边这边是使用后的照片 为什么会有白白的 因为它的胶原蛋白 在它身上增加了 它是60 它今年是63岁 三年前是60岁 一个60岁的妇人 它的胶原蛋白可以增生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产品是不是有效 那另外一边 没有使用 为什么是红红的呢 因为你皮肤 人随着年纪的增加 它的皮肤会越来越薄 所以看到红色的部分 就是它的血管 所以因为这张照片 这个医生也完全降服了 而且这个医生自己有研发 保养保健品 它说杰斯这个产品 比它自己研发的产品 好了超过十倍以上 所以杰斯这个产品 是绝对得到 主流水土的认证 那第三个呢 怎么样去延缓衰老 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 细胞都不断的衰老 每天呢 就是几乎有身体 一百万亿的细胞 是不断的去代替 所以杰斯的产品呢 帮助我们怎么样 能够提高我们的 怎么样老化的这个基因 我们身体里面都有一个基因 叫做Searching One 它会去改善 延缓你的衰老 所以呢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产品 刚才我讲的是油外向内 现在我要告诉大家油内向外 因为你皮肤漂亮 里面有很多毒素 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呢 这个产品配全精华 在全世界创造出非常多的一个故事 那这个配全精华呢 它最主要的 主要的成分叫做白鲤芦 这个白鲤芦呢 是被这个哈佛大学呢 这个David Sinclair 跟Joseph Bauer 他在这个2002年发现 他发现红酒里面的白鲤芦 里面有一个怎么样 能够启动动物的抗衰老的基因 后来他们的研究发现 动物里面的抗衰老基因 同样存在我们人类 而且这个抗衰老基因 叫做Searching One 所以呢 这个白鲤芦呢 也是纯天然的高抗氧化的成分 因为它萃取是最多 是来自葡萄的皮 那其实市面上 如果你有去这些维他命啊 或者是台湾有没有Costco 有哦 你可以可以买到一些 所谓的白鲤芦 可是为什么一直到 劫斯推出的配全精华 在全世界才创造出 那么多的效果 其实白鲤芦不是个新的 保养保健品 可是只有在劫斯推出的 配全精华以后才看到效果 最主要是外面的白鲤芦都是属于胶囊式的 所以胶囊式 第一个你没有办法让身体去吸收 第二个分解的不容易 可是劫斯是用最高的悬浮技术 液体制造出来这个配全精华 所以呢我们是像一小袋一小袋 很容易每次都吃到最新鲜的 所以呢劫斯的这个配全精华哦 它能够吸收量达到最高 分解力达到最高 最重要是它可以代替很多传统的这些消炎药 还有这些药物的方向 那我们的产品不是药 可是我们的产品比药的功能更好 因为它是改善你身体 增加你的这个精力 还有增加你这个抵抗力 所以这个配全精华呢 我们在世界各地有非常多感人的见证 所以呢这个白鲤芦的这个神奇的功效呢 大家就可以自己去在我们公司的网站 可以看到哦 所以吸收率也很好 所以呢刚才我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解说 就是劫斯 劫斯所今天所给大家提供的细胞优化系统 是其实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 是未来的一个科学 可是我有在劫斯 你今天就可以使用未来的产品 棒不棒 你给劫斯一个掌声 好吗 既然有那么好的产品我想问问大家 你今天有一个很好的产品 先不管赚不赚钱 你会不会有好消息 赶快去告诉你的朋友 一定会 你吃到一个好的产品 看了一部好的电影 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告诉朋友 对不对 这是人的本性 所以今天如果像我刚才介绍的有那么好的产品 可以帮到很多人改善他的健康 如果在分享的当中 你给你自己找到一个事业的机会 大家要不要 要 所以在接下来第二部分我想跟大家讲 怎么样运用这个全球财富 在重新分配洗牌的同时 为你自己找到一次机会 在座有没有对金钱敏感的举个手好不好 你们太专心了 有没有对赚钱很敏感 有过敏 没有 没有对不对 都喜欢赚钱对不对 是 其实呢 我不会不好意思承认赚钱 其实赚钱不是件坏事 因为有了钱以后怎么样 你可以做很多的事 至于你有了钱以后 你人生可以有很多的选择 所以呢 我想今天在座的朋友 很高兴今天在星期一 今天星期一嘛 在星期一百忙当中来参加 我相信接下来的15分钟 你可以看到一个全球的一个趋势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在你现在 不管是上班族 或者是创业 或者是家庭主妇 或者是在寻找一个机会 我相信在待会的15分钟 你可以看到 什么是全球的一个趋势 而且任何人 不管你的背景 不管你的学历 不管你的口才 你都可以按照这个系统 帮自己创造出一份财富 那杰斯呢 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 在2009年的9月9号 正式成立 我们是美国公司 美国老板 可是美国老板非常聪明 全世界什么人最多 中国人 所以呢 他要中司长长久久 选择这个99999来成立 那短短的三年半时间 我们市场做到八十几个国家 那也许你会说 Yvonne 我只从小到大生长在台湾 我没有认识的朋友在美国 我没有认识朋友在泰国 可不可以也赚到全世界的钱 在传统的行业 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在杰斯的电子商务平台 跟优厚的奖金制度 在杰斯 不可能也变成可能 因为我可以告诉你 即使你现在没有认识一个朋友在德国 我相信你的朋友的当中 一定有人认识朋友在德国 经由朋友跟朋友 就像Facebook 台湾朋友没有玩Facebook 同样的道理 你也许你Facebook上只有五十个朋友 可是当你发表一个文章的时候 一直去转发 一直去转发 莫名其妙 回来有两千个人说 赞 有没有遇到这种事情 有 杰斯就是同样的道理 你可以用现有的人脉 可是借着全球的平台 可以无限拓展到全世界 更棒的是 脸书任何一个朋友按赞 你没有办法有任何的经济效益 可是在杰斯 任何一个朋友 就算是陌生人给你按赞 恭喜你 你在这个全球互联网当中 给自己赚到持续性的财富 所以呢 我们是美国的公司 做生意一定要讲求金流 那在杰斯公司 一旦你加入了这个生意 公司会立刻帮你成为个人的网站 是即时的 这个网站也有中文 有英文 有马来西亚文 有泰文 各个语言 今天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马上可以把你的个人网站 电邮给你全世界的朋友 所以这个生意 你不需要口才 为什么 因为他看到公司网站 详细的说明的时候 他想要试用产品 或者想要加入这个机会的时候 你的朋友就可以掏出 他国家的信用卡 直接在你的网站上购物 我们杰斯的网站 公司为你设计的网站 目前可以接收全世界 来自200多个国家的信用卡 你收钱收得快 你钱赚得快不快 快 因为传统行业的朋友 很多人提供了服务 提供了产品 最后钱收不回来 有没有这种痛苦 有 在杰斯是一个全新的生意的模式 每个人都梦想当创业 每个人都梦想当老板 在杰斯 因为你可以享受当老板的自由 当老板的潜力 可是你在杰斯完全没有需要承担 当老板的痛苦跟危险 因为公司的禁流物流 全部都帮你承担了 所以我一直强调 这是全新的创业平台 是你在教科书 你在过去 朋友当中 是没有听过一个展示